開放資料處理 CSV、Json跟XML 所以重點就擺在就是說 剛剛講的那三個檔案格式 當然目前用最多就是CSV跟Json OK 其中的話 因為我們剛剛下載那個 比如說以台中市的這個資料來看的話 這邊有了CSV 那我們剛剛是直接點選之後下載 下載之後再去讀取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假設有很多檔 然後變成每個都要點每一次 假設我下一次有資料更新 我要再點然後再下載再開 感覺好像多了一個步驟 那所以呢 Python本身提供一個功能 就是你不用下載 你就直接知道說 那一個 比如說哪一個 比如說我剛剛舉這個CSV這個連結 旁邊有一個什麼 檢視資料 那檢視資料裡面會提供給我們一個網址 也就是說呢 這個CSV是放在這個server上面 這個名稱 所以它底下這邊 這就是它的server名稱 OK 然後後面的話有個資料夾 一層一層 然後後面這個就是它檔案的位置 那相當中 所以呢 接下來的話 我們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有一個叫request的一個模組 request request的話有點像是在Python裡面 幫你模擬出一個看不到的瀏覽器 然後你直接把那個瀏覽器的網址給它有沒有 它是資料下載下來 那下載下來 我們之前是下載到檔案 但是它下載的話 是幫你下載到一個物件裡面 所以呢我只要把那個物件裡面 取到它的文字 就可以把這個檔案裡面的CSV裡面的資料 全部都抓到了 OK 那這裡當然有個範本 所以第一步你們找一下 開一下0601 OK 裡面的話會有個叫request的這個模組 這個模組的話理論上 應該是我已經幫各位把那個 這個模組裝在Spider裡面了 所以其實理論上是不需要裝的 也就是說你應該是不會看到這個畫面 叫no module named 沒有模組 叫做這個名叫request 理論上應該不會看到 可是如果你看到的話 那表示說你漏裝了 所以漏裝的話 你要把它裝上來就對了 所以呢 其實Python裡面的這些模組 它有分成什麼 已經預先幫你裝了 還有有一些是它還沒幫你裝 它放在什麼server上面 你要自己裝下來 所以更進階的那些模組 其實都需要額外安裝的 等於你可以把它當成像是外掛一樣 反正你有掛上來之後的話 你就有這個功能 你沒有掛上來 你就沒辦法做這些事情 什麼是呢 所以request的話 其實它主要能做什麼 主要這個就是安裝方法 PIP install 把這個 那PIP install要怎麼安裝 其實主要就是說 第一個 你要先找到你的那個什麼 你的Python路徑 你的Python路徑在哪裡 在這裡 在哪裡 在 我們是放C列 這個Python的3824 那一般是在這邊點一下 打一個CMD CMD Enter一下 那什麼叫CMD CMD叫comman comman就是 呼叫那個DOS模式 那你想說為什麼DOS模式 跟各位講 安裝沒辦法 其實安裝它一定要用DOS的指令去安裝 OK 那你想說老師能不能用簡單一點的功能 直接用滑鼠 鍵盤操作 因為沒有人寫 有的話其實 好像也不好用 OK 所以最好用的方法 還是直接怎麼樣 直接在這邊打指令 那直接在上面打CMD 它就跳出這個DOS模式 那基本上 我們只要把這個語法加進來就可以了 拿個語法 各位可以看到 在第二頁的這邊 有一條Python 也就是呼叫我們在 這個什麼呢 根目的底下 這邊有個叫Python.es 你就呼叫它 去幫我做一件事 什麼事呢 就是 people install 就把那個什麼request裝起來 所以喔 如果假設你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把這一行 Ctrl-C 然後呢 在DOS模式下面 這邊呢 把它什麼貼上 貼上好像不能直接按右 可以耶 右鍵貼上 也可以喔 那 那或者一般是要自己打啦 如果你實在記不起來 你就直接這樣 其實將來喔 會改變的就是後面 install後面這個模組的名稱 也就比如說將來喔 假如比如說我們有些什麼 Pandas沒裝 你要裝的話 那你就把這一段後面那個名稱 改成Pandas Enter就可以了 那Enter的話呢 它如果本來裡面就有的話 它會跟你講說 已經有了 不用再安裝了 但如果沒有的話呢 它就會自動幫你去什麼 已經Already了有沒有 已經有存在了 有沒有 所以它說 這裡面已經有了 OK 只是說它裡面有一些安裝的語法 安裝的那個指令 版本比較高 問你要不要 PIP要不要升級 其實不用升級沒關係啦 OK齁 那當然呢 如果你要把它反安裝的話 就是說你要移除的話 怎麼移除 很簡單嘛 把Install改成Un Install就可以了 那它就會整個移除掉 我看一下 如果我這樣子 有沒有 PIP install 把這個PIP install 改成叫 UN Eninstall UN Eninstall 不行 這邊好像沒有 前面加個UN就可以了 Eninstall 然後Request的話 Request OK 然後呢 它會幫我把它移除掉 看一下 理論上你不用移除啦 沒事 就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它幫我移掉了 有沒有 它已經Uninstall了 那我只要怎麼樣 重新再把它裝起來 如果你要練習的話 再幫我把它裝起來 前面就不要加一溫了 Install 再幫我裝 這樣相對可能會裝最新的版本 有沒有 它會開始裝 下載 下載完之後呢 就成功了 大概是這樣 OK 不過理論上 假設你run 沒問題 這個是不用做的 我只是演示給各位看一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是練習 去抓取什麼 剛剛我們有一個台中市的這個資料 這邊有個連結 那我在雲端上有放了一個範本 在第幾頁 第二頁 這邊有個下載資料 底下呢 有四行 你Ctrl++一下 如果你要下載資料的話 你就直接開一個新的模組 把剛剛的程式貼上 然後呢 特別是喔 只要在第二行的地方 GAT後面這邊不是有個雙引號 對不對 請你把那個剛剛的這個網址 台中 不是我用台中文吧 台中這邊不是有個資料下載網址 請你把台中下載網址這一串有沒有 把它複製 然後呢 貼到哪裡呢 貼到雙引號裡面 意思就是說呢 Request 它裡面有個方法叫GAT GAT 顧名思義 就是幫我抓取 這個網頁裡面的資料 那抓到之後的話 底下有一個訊息 是encoding 一定要UT 因為它是UT8 所以你要記得是UT8 如果不是UT8 你就CP950 並且呢 把抓到的這個HTML物件 然後呢 裡面的文字幫我秀出來看看 是不是我要的 所以基本上 這四行就OK了 那我們執行看看 如果執行 你看到的結果是長這樣 有沒有 從這上面這邊 是不是有一個欄位 對 編號有沒有 前面第一個是編號 第二個是住宅切到 所以這個就是我抓到的資料 那其實呢 就等同是什麼 等同不就是剛剛下載下來打開裡面的東西嗎 對沒錯 所以呢 如果你會用Request的話 我想你就不會想說你點下去下載 因為點下去下載再開起來 等於多了一個動作 那Request的話呢 直接給它網址 它就直接幫你抓下來 直接放在HTML物件裡面 那HTML裡面呢 有一個屬性叫做點test 所以說 基本上就是這個點test 但是問題來了 欸 它抓下來了 但是問題我要怎麼樣把抓下來的東西 再做切割 有沒有 一樣道理嗎 下來 它變成說呢 就跟那個F物件裡面的read 全部讀過來 但是呢 Request裡面呢 它沒有提供 像檔案物件裡面叫realize 有沒有 我們前面不是有realize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會有個問題 那我要怎麼樣把它給我的這個 所以你們可以思考看看 給我的這個東西 做切割 那因為呢 Request裡面呢 沒有像那個檔案物件裡面叫realize 一行一行的讀取 所以變成怎麼樣 我們變成要想辦法把它做切割 那可是我要怎麼切割呢 這個地方的話 就要想想看 而且喔 切割要不能切割兩次 第一次的話呢 是按照每一列的切割 第二的話呢 再按照每一個豆點切割 所以喔 第一個喔 尾巴應該是什麼 反斜線N嘛 有沒有 反斜線N 所以呢 我們可以用反斜線N去切割 那怎麼切割 第一步當然喔 底下其實我在雲端上其實有放喔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0601這邊 第一個的話我們可以用什麼 第一個切割什麼 切割這個HTML 尾巴基本上喔 它是反斜線N 或反斜線N加 那 有的時候有這個反斜線R 有的沒有喔 可能你要看一下喔 那理論上我們就要先用反斜線N 先試試看喔 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 把這個地方先切到一個串列 也就是說模擬什麼 模擬那個檔案物件喔 它裡面的那個 所以我把資料先抓下來 然後呢 切割 切割的話就是這樣子 切割之後把資料呢 把它print了出來看看 那按照什麼切割呢 按照那個換行切割 所以第一步 那為什麼要這樣切割啦 主要因為喔 它沒有像檔案物件裡面realize 所以變成 我就是用換行去切割 然後把list1 那你會發現 list1切割完之後喔 你會發現尾巴還有一個反斜線R 在這裡 那你會想說 是換行不是反斜線N嗎 怎麼會反斜線R 那跟瑞講喔 這個原因也是出在微軟 跟其他陣營不一樣的地方 其他陣營像Linux 像Mac 這個 尾巴換行都是反斜線N 但是呢 如果你是用微軟 比如像ExcelWord有沒有 它的換行就是反斜線R 加反斜線N 那怎麼辦 沒關係啦 反正喔 這個看起來應該 台中生物應該是用微軟的產品 做出來的 所以才會有反斜線 那沒關係 你就切的時候呢 再多切一個什麼 反斜線R 所以這邊的話 所以這個可能一定要加 如果沒加的話 會多一個這個東西 它一定是換行的話 變成反斜線R 反斜線N 那我們把它做第一步切割 切割下來的話 你會發現 它尾巴好像都有空白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不然的話 你將來如果 假設你輸出到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沒有資料 會造成錯誤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然後還有哪一些地方 OK 裡面基本上喔 再來第二階段呢 就是把它裡面的所有資料 避開第一個 逐一個逐一個 再抓出來 第二階段切割 切割痘點 有沒有 其實就回到剛剛的問題 所以List1 OK之後 再來就是List2 所以這邊的話 可以再加一個List2 然後切割 怎麼切割呢 把回圈 所以這裡 再來的話 就是跑一個回圈 4 I 有沒有 IN RANGE 那RANGE的範圍的話 避開 因為第一個 0的話 它是 那個什麼 藍位名稱 所以避開0 逗點到哪裡呢 到它全部的 總長度 OK 所以就是把這個List1 把它放進來 算一下 不過最後建議 是把它減1 為什麼減1 剛剛有看到 最後一筆好像是空的 所以如果你把最後一筆 這個資料 順便讀進來 會翻錯 所以減1 OK 好 然後冒號一下 Enter 然後呢 再來就是什麼 List2 第二步切 那切的話呢 就是什麼 把List1 裡面的資料 裡面的資料 然後呢 抓什麼呢 抓第幾個 所以第幾個的話 是中瓜虎 裡面放個I 然後做 先Split 所以Split 根據 夠點去做資料的 剖析 資料 幫我剖開來 有沒有 把它剖開來之後的話 放在List2裡面 所以把List2 呢 print出來看一下 如果List2 得到的結果 是我們要的 那基本上就剖開來了 有沒有看到 那這個如果剖開來之後的話 看到的結果 不就是跟剛剛那個 插入到資料庫 結果是一樣的 那下來下一步的話 你就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資料 再放到資料庫 所以喔 如果你會懂得利用Request的話 那跟剛剛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不用下載檔案 也不用開檔 但是就直接什麼 直接去抓檔 所以特別之後 抓檔的話 實際上 就是這四行 先Import Request 然後用Request裡面 有一個方法叫Get 把這個網址給他 所以以後 如果你要去抓別的檔 你就把網址變更一下 然後呢 他產生一個HTML物件之後的話 跟他講編碼是UT8 再把這個資料呢 按照換行切割 再按照豆點切割 最後的話得到就是 我們要的這個List2 然後再把List2呢 放到資料庫裡面 那基本上呢 這個地方就完成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範例的相關的參考 在雲端白板的第二頁 0601的部分 OK 那底下一樣 所以我 底下那個新增到資料庫的部分 我就不示範 請各位自行再把那個 最後的結果把它寫到資料庫裡面去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理論上我們再來講別的啦 就是 CSV之後的話 也許我們再帶那個像Jason OK 所以再來 其他當然你可以再配合畫圖 比如把東西畫 帶進來之後畫個圖 那這個其實跟Excel都還蠻像的 然後 Jason的部分 CSV 不過跟各位講 其實理論上開放資料 應該叫是開放的 但是我發現 它好像沒有完全開放 之前本來像台北市政府的那個 相關開放資料 直接抓沒有問題 但現在它居然設保護 它表面上讓你可以下載 但是你要用程式去抓 會出問題 所以變成你要怎麼樣 如果要抓的話你要破解 你要想辦法才可以抓 這個你們也許如果 所以我建議 如果你要用程式去抓 盡量避開台北市政府的那個開放資料 為什麼台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 它有設一些保護機制 也就是裡面它有設一些參數 也就是把資料已經壓縮 壓縮之後壓縮成那個GDIP 所以你要再抓 你要變成你要先解壓縮 才有辦法把資料正確的抓下來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 其他的話就是Jason Jason的話難度又更高 我想下一次上課再來看 請各位先試試看其他部分 Jason的難度 又比這個CSV難上非常非常的多 因為CSV就斗點而已 可是Jason真的是太複雜了 而且我前面講過 它裡面有大瓜壺 也可能有中瓜壺 也就是它裡面中瓜壺 當然就是類似串列 那大瓜壺就是字典 那真的是 所以請各位回去的話 就是還是要多多練習 就是把前面我們講到的檔案資料庫 然後今天的話講到有關這個爬蟲 基本簡單的爬蟲 那請各位練習看看 那後面因為三日上課 我想可能把重點就是放在 滑蟲抓CSV Jackson 然後後面再來是抓網頁 那網頁又更困難了 哇這難度 那因為我們有限時間 我就盡量講比較重要的範例 如果你那簡單的範例OK 你自己再去做一些複雜的應用 然後再來就是說Pandas 可能就跟Exale之間的一些簡單比較 可能就帶幾個Sample 我想在畫圖 大概應該基本上這些應該都有帶到 OK 如果有一些可能沒有講到的 你可能有需要可能再提出來 那回去的話就是一樣多時做OK